仔细丈量 隔间距离 每一串都得再三确认 话头师傅裁迁木板 再爬上梯子装订补墙 老屋从里到外砍掉重建 整修翻新比直接买入新橙屋相比 划算许多 也让老屋交易火烫 设置这间屋领超过50年的老房子 实际使用空间超过30平 经过整修翻新之后 包含家具家电全部弄到好 不到2000万元就能入住 购买老屋的时候是想说 实用空间比较大 新橙屋有去看 可是我觉得实用空间 真的实在是太小了 住了人就没有办法住东西 住我入手这间的时候 其实也有考虑到都更的效应 因为这一区如果都更之后 是非常大块的 为了万华区猛奖大豆巷弄内的老公寓 临近学区市场一旁又有交流到 近年来区域房价已涨了超过20% 还没有到房仲手里 其实就卖掉了 虽然万华是比较落后 然后房价没有那么高的地方 可是他补涨的空间相对是大的 旧屋翻新的案子 主要以台北市居多 那台北市又以像中正 中山万华区 还有大安区这几区 他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他们在装修上面 CP值是比较好的 150超过30年的老屋热区来看 青影色全都落在双北地区 其中交易量最多的 就属中山区榜上有名 去年近一千五百件交易 还算下来每天平均有四件成交 相当惊人 而淡水五年来破百增幅也很吓人 发展的比较早 所以现在区内的老屋也相对比较多 那再加上中山区是台北市淡华区当中 房价相对比较清零的地区 有不少的套房或者是一房的这样的产品 是很多人入住台北市门牌的首选区域 座落在精华地段的老屋生活机能好 再加上比起总价动辄千万起跳的新建案 价格清明 又有都更为老增值红利 进可攻退可守 也能怪买气能够一直居高不坠 想选中一类的夫妻台北报道